教大家加回券 所以刚刚这一段跟这一段 如果你不会,你可以Ctrl C Ctrl C 之后的话 你当然如果现在打不对 你把它Ctrl V 贴上 贴到这边来,也会一模一样 如果你打不出来,用这个方法也OK 回去的话,再把影片看过 看一下哪边,细节不会 执行的方法很简单 直接在这边按执行就好 怎么跑到这边来 没有,我那个云端放的是 丢到哪里呢?第四列 所以这边把它改个二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执行,然后就丢到这边 有没有,这个地方 这个清除的话,就是第二 这个多的话怎么办? 多的话就... 算了,不管,手动打,离得掉 你知道一下,上面的列数不同 可是问题来,接下来我们要希望 把它从哪里呢?从第二列 一直到第几列呢?底下 一直到哪里呢?到这边来 101列 我希望它可以帮我全部都填满 我们刚刚那个公式 但是它每一列公式填过来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它这边的... 这公式 公式可能... 应该是F2,不是F4 这边可能... 因为我之前好像是没有把上面两列删掉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你用云端上面的 可能这边的公式里面 只要看到4的部分,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我如果要下一个 那它应该要抓什么? 它应该要抓的是... F2就要变成F3 F4 因此类推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让它完成我要的这个动作 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就要多学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回圈 那回圈该如何撰写? 接下来这个回圈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其实回圈简单讲嘛,就是帮你重复做事情 那其实人最讨厌就是重复做嘛 可是电脑却是电脑的专场 OK 只是说你要叙述让它看得懂说 你要怎么样让它重复做的这个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来 一,游标请你放在Sub的最后一行 Sub的后面按Enter 一般习惯按个两下好了 移到上面按个Tab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它先写在上面 然后那个F4回圈的结构是这样子 它开头一定是F4 OK F4回圈的话呢 开头第一个是F4 空一格 后面的话我就自行产生一个变数叫I 那这个I的变数是我们自己取的 习惯是用I 这个I的名称你可以换别的名称也可以 你用ABC ABC都可以 只是习惯我未来写程式 I通常是指这个列 那J的话可能就通常指蓝 这个是习惯 OK 那告诉他说 这个I里面的值 是从第二列 空一格到 到to 到101列 跟他讲说 以后你就是帮我 这个数字 自动从第二列 Ctrl向下 到101列 这边帮我停下来 OK 然后Ctrl向上 那也就是说将来我现在只有输出一个 那如果输出一个范围 是for I 等于第几列 到第几列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AS NAS的意思就是说 NAS I的意思就是说 他第一次I等于2 那到NAS的时候他会弹回去 弹回去再执行第二次I就等于3 再弹回去I等于4 一直弹到最后的话呢 到101 他跑完他就会离开这个回圈了 也就是他会帮你重复做的意思 OK 应该懂了一个逻辑吧 好 那这个回圈写完之后 请你再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这个中间 意思是说我要让他 这一行 放在这个回圈里面帮我重复跑 所以特别之后 我习惯是先Enter两下 然后打在这上面之后再把这一行搬上来 搬的话是这样 就是你就把这个旋下 按住标放往上拖拉 放开就可以了 那放开有时候会换行 我就把这个换行拿掉 那一般还有个习惯就是说 结构一定是 Sub一阶 一个阶层 然后一个Fall 一个阶层 那Fall里面要执行的事情 按个Tab 下一阶 他里面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里面还有 那就下一阶 下一阶 一直一层一层下就对了 不过目前我们就是 这个是第一阶 这个是第二阶 Fall有Nest Sub有End Sub 里面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你现在的话 如果你现在就 执行的话 他当然不会Vlog OK 他里面 所以特别之后 请你把什么 把第几列这个先改 Sales的话 我刚刚讲过 如果我把这个Sales里面2 改成什么 改成I 那他就怎么样 第一次是2 所以变12 再来变3 变13 14 15 一直往下 对 所以特别之后 第一个步骤放进来之后 请你把这个改成I OK 后面还要改 等一下再改 我们先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执行完了 结果怎么样 每个都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公式里面 全部都放一样的 那哪里需要改呢 你会发现 就是这个F2 G2 H2 应该要随着I的值变动 所以呢 接下来部分 最 也是这个VBA输出工资最难的地方 就是呢 要把什么 把这个 2 1 2 3 这三个 把它变成I 不过呢 请各位特别注意哦 其实就在哪里 在这里 1 2 3 有没有 这个地方最难的地方 我要放个I的话 特别注意哦 I是一个变数 那现在后面这个是一个字串 一串哦 那你不能说 我里面直接把2改成I 很抱歉 你改I I就变成一个文字 里面的一个文字 它就不是那个什么呢 一个变数哦 它就不会握壳哦 那怎么办呢 请各位特别注意哦 1 请你把那个什么 这个文字切开来 分两边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它串在一起 串的话一定用M的符号 跟那个Excel里面有个M的符号 串接嘛 对吧 然后再把I放进去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是这一题最难的 同学可能会卡住蛮久的 不过你们如果暂时不太那么理解 没关系 你就先做 做完之后慢慢你可以体会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他隔了大概三周 就说啊 老师我终于懂的意思了 他不怕在三周之后才跟我讲他终于懂 所以 当然我不可能说等你们三周啦 所以我先跟你们讲怎么做 你先知道怎么做 做出来 之后的话 你慢慢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可能每个那个物性不太一样 有的人马上就懂 有的人可能不见得马上懂 不过呢 至少你要能做出来 那怎么样把那个I放在这个里面 三个 对不对 一 请特别注意 先找到二 的位置 然后呢 先帮我把什么 这个文字切开来 那怎么切呢 变成两个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 有没有 完整的文字 从头到尾嘛 这边有个头 这边有个尾 那你切开来的话 这是二 先给两个双套 这样这边 两个分开来的文字 再移到中间 串在一起的话 就是 and符号 所以你请你在 这个中间 有没有 加两个and and就串接符号 再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那个and符号 因为VBA 它有个规则 就是and 前后都要空白 你不能串在一起 有点像英文一样 英文跟英文字中间 一定要有空白 ok 所以我就在and符号前后 加上空白 这样子呢 就大功告成了 就加这样子 ok 不过很多同学说 会有点卡住了 不过我教各位 你如果暂时 还不太能理解的话 请你先背口诀算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都会需要 在一个文字里面放I 所以请各位记一下口诀 我觉得记口诀可能 比理解到底为什么快一点 一 请你先找到什么 需要改变的这个列号 然后选取起来呢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再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and前后再加空白 ok 以后这种事情会做非常多次 所以请你把它做熟了 以后你就ok了 再来咯 应该 已经两个了 第三个 一 先找到列号 二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I 然后呢 把and前后加空白 有没有 所以 先干脆记一个口诀好了 列号呢 上面先输入两个双一号 一到中间 and两个 一到中间 加个I 然后再把and前后加空白 先记这个吧 如果你先记起来 目前也许有些同学悟性还那么高 没关系 你先学会 慢慢的你如果做出结果 然后run出来 你慢慢就懂为什么 好 层次写完了 再来剩下什么 run one看 ok run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ok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层次是没有问题的 资金 有没有 都ok了 这个有没有变三右 变四右 没问题 那底下要清除怎么清除 一样嘛 就是什么 enter两下 有没有 当然不要偷懒 就把这个form拿到这边 复制 我习惯C 或者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就复制贴上 那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然后把这一行 直接搬到哪里 搬到这边哪里 然后按个tap键 意思就是说 帮我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全部清空 只要把这边改成i就可以了 ok 就全部清空 是这样 仔细 全部清空 坎错向下看一下 有没有 全部清空 当然将来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式 直接输出 这边就清除 这个就自己写的 这个结果跟上个礼拜用录制聚集 其实结果会一模一样 可是这个是自己写的 录制聚集是 Esser帮你产生的 这个的话以后你要自己改很简单 但录制聚集不见得那么好改 ok 懂意思吗 所以重点回顾 一 上面enter 这边enter两下 打这个 4i等于第二到 100 这个可能要让他们记掉 enter两下打net 然后把那一行翻过来 按tap键 这边先改i 然后呢 只要看到2的部分 就是把它改成 那个口诀 算号两个 一到中间 and两个 一到中间 加个i 然后空白 空白 ok 应该有记起来吧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很重要 ok 因为呢 以后呢 只要你会这些方法 你的VBA 基本上 就很快可以写出来了 ok 这招呢 非常好用 为什么 因为以后 反正你有现有工事 你要把它马上变VBA 用这一招 应该是最简单的 ok 你就把它记锁 回圈 加 一个 那个i 把那个i 放在那个 裂号的修改 请各位先 试试看这个部分